嗨嗨嗨 大家好 我是微笑 又來啦 三夢開荒的第五天 在影片開始之前 有需要加入賴群的 在手上置頂留言進行加入 那有需要帶族的朋友 也歡迎找師承 並且報上微笑我的名字 還可以享有最優惠的價格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吧 GOGO 好的 首先我們照慣例看一下排行榜 目前我的戰力來到了2242 在我們這幅 排行第13名 那我本身是玩屬的 蜀國很順利的來到前三 不過前五名大家的戰力其實差蠻多了 不對 第一名除外 就是四到五名 應該很快就會有很多的變動 那再來就是關於推圖好了 推圖好像蠻重要的 我目前推到了我們這幅的第八名 是62.7 就以目前蜀國來說 我的戰力反而是比較低的 但這個推圖可以推到第八名 所以蜀國推圖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對了 官方今天有開放一組全新的禮包嘛 我一樣放在畫面上還有置頂留言 大家再記得輸入一下 接下來 今天最大的重點 我們在錦囊商店可以換到一顆橙色錦囊了 今天總計可以來到三萬零五百 只要大家前面幾天都沒有手養拿去買紫色的錦囊 今天一定是可以換到橙色的 那在眾多的橙色錦囊當中 究竟要優先選哪一個 對我們整體的提升會比較大 首先來說通用的 所有的陣營都可以這麼選擇 第一顆 孫魯班錦囊 在前幾天的影片就已經有跟各位提到了 專門給輔助類型的武將使用 每個國家都多多少少會有兩到三隻的輔助武將 那光環的效果 可以讓我方上場的所有武將傷害提升6% 是從戰鬥開始到戰鬥結束的 對方也無法清除 那對比孫魯班就是我們的法陣 剛好相反是傷害減免提升6% 以及第三顆的關營瓶頸囊 這三顆全部都是給輔助武將使用的 關營瓶頸囊的效果 只要我方的武將血量低50% 可以立即恢復12%生命上限 就是直接恢復12%的血量 每回合還是兩次 它是可以無限觸發的 第一回合觸發過後 第二回合可以再接著觸發 等於說每一回合我方的兩隻武將 都額外有了12%的生命 在此就直接給大家演示一下 微笑我找一個戰力差不多的玩蝦 進行切磋 戰鬥的過程就直接跳過 給大家看一下最終的統計 可以看到張心彩的奶量 424這是一個作為奶媽的奶量 那徐速他本身就只有技能造成傷害時 有一定的趴數轉換治療 跟龐筒是一樣的 在還沒有裝備我們的觀營瓶頸囊的情況下 他的回復量估計跟龐筒差不多 就是30萬左右 那微笑我給徐速裝上了觀營瓶 奶量來到了253 都已經快堪比奶媽了 總之大家沒有什麼頭緒的話 可以優先換法陣、觀營瓶 還有孫魯班的錦囊為主 接下來我們再來說說 特定國家的錦囊推薦 首先是衛國可以優先選擇張春華 讓整體的怒氣循環更加穩定 又或者是說玩衛國的玩家 主C是點尾已經五六星了 也可以考慮甘寧錦囊 讓點尾的普攻必定產生暴擊 畢竟點尾可以追加一大堆的普攻 甘寧錦囊對於點尾的提升也是相當大 再來是衛國的玩家 可以優先選擇徐速錦囊 來提升連西的機率 達到更快的連動效果 又或者是說本身你們在拍賣已經有徐速了 接著也可以買個龐筒 畢竟龐筒觸發連西效果之後 有35%的概率回復一點怒氣 配合徐速這兩顆可以達到最大的效果 可以拿去給龐筒穿又或者是徐速都OK 微笑我還是比較推薦給徐速 畢竟徐速連動的是輸出類型的武將 第三無國的玩家 缺輸出的優先選擇太史池錦囊 直接給孫廁穿 讓他快速進入覺醒的狀態 那如果想要讓周太變得更坦一點 當然就是選擇周太錦囊 再穩定整體的坦度 最後是群熊的玩家 可以優先選擇化熊錦囊又或者是說公孫戰 一個給呂布 然後一個給賈許 都是增加他們上狀態的概率 關於橙色錦囊的推薦 就以上這些啦 那今天有課金的玩家還可以達到60等 會開啟援軍的系統 無課的玩家可能要等到明天 因此微笑我打算把援軍的介紹 留到明天再來跟大家做說明 至於剩下的時間就來跟大家聊一下 關於鼠國的PVP好了 已經開服五天了 前面的影片完全沒有展示PVP 我目前的戰力是2200萬嘛 那我們就往上打 首先打這個11名的玩家 他是2300萬 差了100萬 然後是玩衛國的 郭家已經升到三星了 那其他的角色 重點就是點尾 點尾竟然升到五星 非常的快速 我們看一下實力對比 大部分應該還是差在武將啦 然後冥王我是比較高 在這個錦囊 對 應該是有紅色的錦囊 而且還兩顆 竟然兩顆紅色錦囊都有了 但對方給點尾帶上了宮崎不備 宮崎不備沒有這麼適合點尾 畢竟點尾都是打單體的 只能給郭家 郭家會比較好 另外一顆應該要裝備別的 但沒有關係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場的切磋結果會是如何 好 已經進入到了戰鬥的畫面 首先說一下微笑我自己的站位思路好了 馬操他是肉盾 因此一定是在前排 那由於遊戲才是前期而已 開服第五天 我選擇把黃中也站在前排 來跟馬操一起分擔傷害 有時候是諸葛亮啦 不一定 看情況 主要是因為馬操跟諸葛亮 都是我的主C負C 他們本身的裝備還有寶石都比較好 導致了三圍的基礎也會比較高 就算本身沒有防禦類的技能 整體的慘度也還是有的 再加上馬操 可以讓全體增加這個減傷盾嘛 多多少少也可以增加坦度 像對方這時候有張春華好了 如果沒有擺上黃中 張春華就會直接去打馬操 馬操很容易暴斃 那第二個好處 我把冠儀萍換成了張星才 之前也跟大家說過了 張星才是哪一兩位 這樣的話 只要不要打到吳國 又或者是說 對方也是蜀國有諸葛 後排都不會被切 張星才使用技能之後 又可以馬上為我方的前排回復血量 導致我們整體只要前排坦了住 後續的諸葛亮就可以不斷的施放技能 來造成輸出 剛才我的馬操倒了 啟動了圓精的效果 圓精是我方的角色陣亡就會出現 並且馬上就會施放怒氣技能 阿斗 他是六星的 圓軍一開始拿到就是六星 所以回復了一大管血量 那目前看起來我們是聖券戰物 對方一開始 打不到我的後排嘛 就暈眩了馬操還有黃中 雖然說黃中就廢掉了 完全沒有造成任何傷害 但我的主C還是諸葛亮 諸葛亮能持續造成傷害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現在我們只要解決國家 然後再解決點尾 他們就沒有輸出了 這一把基本上算是必贏吧 而且新鮮音也快倒了 我們還是直接跳過好了 看一下最終的對戰結果 看一下喔 沒錯 黃中的傷害超級可憐 他被控爛 三百二十四萬而已 那諸葛亮打了快三千萬啦 而且沒想到新鮮音的奶量也這麼高 回復了一千多萬 目前看起來蜀國的奶媽 好像是最不優秀的 才回了六百三十七萬 另外還有剛才跟大家提到的 觀音瓶頸囊的許數 也回了四千多萬 跟張心採就只差兩百多萬而已 就知道觀音瓶頸囊有多麼好用了吧 但也有個前提啦 使用觀音瓶頸囊的輔助武將 不能這麼快倒下 倒了就無法觸發觀音瓶頸囊回血的效果 那還有一點時間給大家看一下 微笑我目前的養成進度 諸葛亮全部都已經是最頂了 不論是強壞的等級 金鍊等級還有寶石 連神兵也升到加二十五 擊敗目標之後 又可以追加一次普攻 大幅增加他造成傷害的機會 然後頸囊是選擇裝備防蓋 配合神兵的效果 直接連續追加兩次普攻 然後還有裝備許楚 許主是傷害增加10% 都是非常適合諸葛的 這兩個錦囊都是前七天壘除贈送的 並沒有花費到我的元寶去拍 然後-Z就是姜維 使用了助龍錦囊 還有觀音瓶錦囊 傷害增加5% 經驗等級是來到了加十一 準備升到加十二 然後馬超由於他是坦克 所以他的裝備也是第三好的 那其他剩下的都是輔助五項 第二把神兵 微笑我是打算升許數 因為許數神兵的效果 觸發連擊時可以增加20%的傷害 來增加我們諸葛亮還有黃宗的傷害 那微笑我之後的黃宗就要換掉了 所以我沒打算優先升黃宗的神兵 等到許數升完我可能會考慮升馬超 黃宗的優先度 在微笑我的楚國來說反而沒有這麼的重要 那當然你們主題是黃宗的玩家 就應該先把黃宗的神兵升到加25 今天的影片就說到這邊啦 喜歡我的影片再幫我按讚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